今天下午两时许,北市消防局接获报案,内湖康宁路一间脱英中心内,立名遗罪男婴突然无呼吸心跳,脱英中心紧急通报119,救护人员赶抵后,立即为男婴施以4P2急救,男同虽被送往内湖3总急救但仍不治,警方初步研判他税窒息死亡,目前正积极调查死因,全案将一业务获失致死罪侦办。 检察官明天将进行遗体相验,警方调查,廖姓保姆40岁今早时时许未完11个月大的李姓男婴,立名无姓女厨公61岁当天下午两时许,准备叫醒李姓男婴为不食品时,经见男婴脸色发黑,女厨公特得通知廖姓保姆后报警,警销到场后紧急替男婴CPR急救,警方表示,内湖康宁路该家脱英中心平时有一位园长, 一位女厨公及六位保姆,今天其中一位请假,目前脱英中心照顾26位婴儿,李姓男婴去年7月入园,无家族病史,送往内湖三总后,下午3时29分宣告不治,徐姓园长目前还在制作笔录中,该家脱英中心总部表示,目前家长在内湖三总医院离清案发情形, 六项家长说明下午的状况,一位王爸爸42岁则表示,已经将双胞胎女儿脱付该脱英中心一年多,今天晚间去接女儿时有向家长稍微说明情况,还是相当信赖脱英中心的专业度,突发中心,台北报道发稿时间15点39分,更新时间19点30分, 将一对女双胞胎托付该脱英中心的王爸爸42岁表示,脱英中心有向家长稍微说明情况,还是相当信赖脱英中心的专业度,朱佩慈设今天下午内湖康明街上一间脱英中心内一名一岁大男婴,被发现无呼吸心跳,经紧急送往内湖三总抢救人不治,资料画面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, PTPPS,冒号双斜杠,TW.APAI.NY斜杠,ML924UPCSU关键字,男婴无呼吸心跳,内湖三总下载苹果新闻网APP有话要说,投稿及时论坛